日前台湾媒体传出林志玲与男友邱世凯正式和平分手的消息 2月4日电影《101次求婚》在京举行首映时 林志玲首度在内地媒体前正式承认诞生 林志玲大方表示目前没有人追求她 大家都说但没有人行动 林志玲说如果再遇到喜欢的人 她会有勇气主动告白和追求 同时她也表示如果现实生活有像黄渤这样条件的男性追求她 她也会接受 2月1日在上海的首映时上 林志玲化身大历史女神一把抱起黄渤 林志玲笑着说想起来也觉得很惊素 本来大家是让她来抱我但我担心她抱不动 那我多丢脸 就心想不如我来试试看 在北京的首映时上黄渤终于抱起了林志玲 并表示比想象中轻多了 在电影《一百零一子求婚》的预告片中 林志玲上演了女神依稀屌丝的戏码 不单向黄渤求婚还主动抢了 活动现场 林志玲自爆这段戏是自己主动要求增加 戏称情不自禁的就稳上了 娱乐九九搜集分析 com记得翻譯 我把这段戏 小姐怎么能造这个 我